不会减弱 这个我相信是绝对没问题 好 今天呢 胡金秋跟大汗同时上场 这样呢 大汗应该是打5 胡金秋来打4 外线8字绕 好球 简单明了的一个战术 今天这个开场阵容呢 实际上和昨天是一样的 嗯 胡明轩刚才的助攻啊 实际上呢 还有任俊飞 胡金秋 再加上吴钱 韩德军 并且呢 以对手情况来看啊 这个大汗这边 应该是有更多发挥的空间 因为对上恩格拉 对手都个比较小 就对于他的移动速度 是个考验 但对上乌克兰这种 就是比较高大型的内线呢 实际他发挥的机会 会更多一些 开场就是全场防守 但是能够看到啊 呃 乌克兰这球队战术次准还是比较高的 呃 虽然这次来的呢 并不是乌克兰真正意义上的一队 但是他的主教练是挂队主教练 莫尔金 去年乌克兰在2017南兰 呃 欧洲杯上是进入了16强 他们在16进8的比赛 是输给了苏洛文尼亚 也是当时的欧洲杯冠军 还几乎是一个同样的战术 大喊提出来 再做一个定点掩护 呃 这是专门给吴钱啊 制定了这个兜出来扔三分的一战术 他最擅长的还是就是接球之后投篮 并且呢 昨天这个比赛当中出现的一个问题 看来今天就有针对性的调整 因为昨天碰到安格拉这种 对抗比较强的阵地防守之后吧 往往就是运转战术的时间 被对方压缩的比较少 往往到第10秒11秒 才能开始发动战术 但今天呢 刚才两个战术 两个切入跑完还有14秒 打开不换 好凶啊 韩德军一直保持着不错的防守位置 本次比赛呢是在吉林的梅河口来进行啊 其实瓜队很多成员之前应该都没有去到过这个城市 这也是带着大家看看祖国大好河山 但是我觉得现场观众的这积极性可一点都不弱 真的上座率可以说是相当的高 希望保护不错 但是外线的轮转慢 外线两个队员之间防守交换出现失误了 没有队上 中路实际胡金秋这个快下 做的已经出机会了 没有抓到第一个点 双高位 五星过渡球 好球 其实这球无前节奏不是特别好 但是调整能力真强 但是对方确实啊 那个大个五号位内线想扑出来也很困难 防守中外可惜 进攻时间实际已经被消耗的所剩无几了 背身想吃韩德军还是比较困难 并且呢像吴贤他自己本身不错的这个传控能力呢 阳阳队球队战术有很多选择 实际上在这个开场 他和胡明轩两个人在一号位上 没有什么明确的区分 韩德军已经两次犯规了 第一位 上线有虚眼 不能抽这利用自己一动快的特点 把球捅出了底线 明显对吴贤刚才这个漏人不太满意 发底线球啊 中国队就是一愣全的功夫 乌克兰队定点掩护 都出来一空位 进攻 哎呦这个 其实韩德军这球 我觉得传的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他对于就是队友到底要怎么用这个横挡 啊没有判断清楚 对方的内线球员在比较远的位置要位 呃胡进秋还是失去位置了 对方篮下这个脚步确实还是挺扎实的 这两个回合中国队其实攻防两端 都是暴露出一点点小的问题 这次进攻啊 如果还打不成的话 我觉得杜同志导要叫蒜亭调整 乌克兰队这个内线配置 确实是有跟咱们硬碰硬的本钱 顶着头啊 真是有自信 又是无钱 两季三分 反正现在位置顶不动韩德军 大汗这个身体也真是扎实 因为对方14号这个米海洛 他也是有119公斤重的体重 而且身高也达到了2米12 抢卫时候这个动作比较大 裁判吹了双方犯规 不过大汗这个开场犯规吃得多少快 应该是第三次了 可能要被迫进行调整 可以看出乌克兰队里边这个球风也是非常的硬 乌克兰队里边这个球风也是非常的硬 乌克兰队里边没注意时间 这个失误确实比较低级啊 边线球发现了居然没有注意时间 大陈再来 机会出的很好 诶 国金球免锐的篮板球的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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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线 这个时间来不及了啊 这个配合没成功啊 是啊 周战东这会儿 刚才那个不应该压下来打 要被地方打了一个转换 都能够到赶紧销弹田 因为当时只有9秒钟了 这个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压下来 重整队形再发动战术了 是 那时候可能就是身边哪个内线进 拽过来直接打个挡拆 就需要就把这次战术执行完了 所以我刚才就想说啊 无前这两个三分呢 可能会一定程度上掩盖中国队一些问题 就是你会发现两个三分投进 中国队在比分上 跟乌克兰是打成8比8 其实我们在场面上 我们在防守端的漏洞 我们在进攻端的失误 其实是被这两个三分所掩盖住了 我相信杜峰这一定是看在眼里 在刚才漏人的时候 是无前漏了一个人 内线胡金秋漏了一个人 进攻端呢 韩德军传球一个失误 然后刚才周战东又是一个失误 等于其实啊 最近这几个回合 除了无前投进三分之外 几乎就没有打成过 对 因为大家可以看 乌克兰这支队呢 他实际在攻防两端都是很扎实的 实际上呢 咱们开场这个内线阵容啊 身体条件算是很不错的 但是对方的内线 在跟你攻防两端抢位之后 一点都不客气 显得非常的有自信 动作也上的非常大 咱们实际上呢 像您说的 就是近的那两个高难度的三分啊 掩饰了一些实际上 进攻时候出的机会并不是很好 在一开始阵地战比较顺利之后 乌克兰那边适应的也很快 你后面几次实际被人 这个防的还是比较局促的 我来换一个全场二优 对对方主动求变了 就是 其实我们需要像乌克兰这样对手 虽然是邀请赛 但是对 保持一个比赛的 认真的态度 更有学习价格 更有学习价格 哎 这是不是投篮方位 就所谓烈火练真金嘛 你这个火温度不够的话 出来这个金子它成色也不好 实际这一段时间进攻上还是显得比较生涩 我觉得呢情有可原 因为现在场上这拨人啊 可能甚至不是 哎 克兰白克马卡坐在场边 对大家关键可以看一下他这个着装啊 就是现在场上这拨人啊 可能不是过去两个月 中国南岚这支球队在一起训练的这拨人 很多人是新掉进来的 阿尔斯兰是不是上 对阿尔斯兰上 这个昨天受伤没有让他受到影响 这个也是让大家比较欣慰的事情 刚才克兰穿的是变装啊 那就是说意味着今天肯定还是不会出场的 阿尔斯加速 这次防得不错 就差最后两秒 篮板球 哎呀可惜 没事再来 面对李小区 走步 李小区顶得非常好 夹击来得很很及时啊 严格一场李小区是一个四号位 去防对方的五号位 不过你想这个米海洛他对位碰上大寒数都敢要敢打 碰上李小区的肯定啊 弄好心里觉得自己是有优势的 嗯 这个中国队这边阵容进一步变小啊 李静宇换下了任俊飞 但是同样的面对对方这个频繁使用全场防守的情况也是始终保持有两个组之后也在场的 好球 甩的不错 哎呀 要是这半截篮应该是看家本领 这个实际在夹击当中出球质量很高啊 可惜没打进 好球质量这个时候 二点已经第二次丢篮板了 轰球防的很好 惯了 我们都得上到一辈子再快一点 好的 漂亮 这个走位啊 真的是很有思路啊 无前第三季三分 可惜最后自己打中之后 退防不及啊 这个阿尔斯兰在身体对抗上 没有任何的便宜可以 时间时间时间 好球 太轻 太冷静了 四中四 无前一个人看12分 真是一个人扛起了 中国队进攻大凉 转的也不到位 加击加击很到位 轮软 这次终于抢下了 往前甩啊 有了 漂亮 中国队打出快速反击 胡锡球双手灌篮 中国队建立起5分的领先 无前上场之后 这两季三分 太提振士气 也都是在球队非常困难 非常需要的时候 实际上中国队就是第一阶前半段 防守质量不错 但可惜就是篮板拿不下来 但这次 这两次篮板收下来之后啊 这个立刻打出了比较高质量的反击 还记得那个烈日下打球的少年吗 因为热爱 他愿清尽全力 还记得入选国家队的那天吗 因为梦想的实现 热泪盈眶 我知道背后有多少人 为我们加油呐喊 也知道多少人为我们默默奔献 也知道多少人为我们默默奔献 我希望把我们最好的经验 传授给他们 还有一个想法 正听回来 中国队刚才这段比赛的市历不错 初传冬又上了 再混防 本亚还是保持着不错的防守强度 很好 可惜 这个球应该是先到时 杜峰不知道也是在跟裁判申诉 说觉得应该是RC马为例 这个球真的就是运气差了一点 轮转已经到位 这个球断下来之后 落到对方手里了 对 对方换联防 R换回来 接着手惊人 时间 时间 今天除了吴钱啊 中国队外线的手段还没打开 我 吴贺兰真是真敢给啊 并且这三不少来真扎实 欧洲球队 有这样的特点 这个落位慢了 时间又比较紧了 需要赶紧应变一下了 大飞 大飞强行杀篮下 造成了犯规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不过现在 不过现在 14秒 还剩40秒 可以看看乌克兰队的性格 主教练的性格 是抢一个二换一 还是说扎着实实打阵击战 我觉得在国际拦练之下 这种规则 可能大部分球队 还会选择扎着实实打一个 这种抢的 不太多箭 所以说可以好好看看这个人性格怎么样 果然是靠老师说的 这个扎着实实看来要打一个 但是中国队又丢歪围的版本没有拿住 超远三分 还是有能力 欧洲啊 但凡只要能打到这个 一级联赛正赛 欧洲联赛 就没有弱队 还有点年球 最后这次进攻呢 处理的也不是很好 19比18 乌克兰队凭借着这个三分 第一阶打完是反超中国队一分 中国队 这带女朋友怎么就心里凉 心里凉不僵化啊 心里应该是暖的 大姐 大韩上 大韩上应该就是要保护了满球啊 背着三次犯规韩洲军回来 杜芳之导 我就应该是强调了推荐速度 对方防守失费了 但是大飞 大飞没有选择投篮 但他实际是有这个能力的 可能还是要用胡金秋换一下任进飞 这个确实这球是犹豫了 拉开场地的宽度啊 嗯 拉开场地的宽度啊 嗯 乌克兰队也守全场战跟安格拉风的不一样 安格拉就是 扩得很大变强度很大 无前今天这是疯了 第五季三分 外线五投五中 防守很到位 好防守 最近的速度 抬头我们现在观察队友的位置 这位置给很好 来了 再来 可惜 好玩 怎么 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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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一个 往里拖 这是被对方判断出来了 又要被打散机了 对方球员也是小小展现了一下身体素质 9号马克思亚登 所以说今天中国队还有很多次 这种进攻组织不好的对方 这个位置要已经很深了 很好 漂亮 胡锦丑 今天应该是胡锦丑第一次作会 之前好像没怎么获得攻方的机会 无钱确实发挥的就非常出色 但是只作为一支球队还是需要 就全队都能站出来 好的 可以 也秀一把欧洲布 这一步出来 对方看到肯定是要失位了 干脆就一把拉下来了 这把布拉肯定是要被闪过去的 这把布拉肯定是要被闪过去的 首先是看着专兵的防守能力 在CBA一路也是防马不里出身了 对 这么多年防下来了 不管怎么样 身子板是够厚实了 中国队和乌克兰队的全场防守风格比较像 主要目的是在控制 而不是说是在逼抢 昨天安格拉队的这个全场风格是截然不同 对方是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这样可能会坚定中国队来接下来一段时间啊 守这个联防信息 好这边钻石落位但是发动慢了 临时改战术了 拉开 好的 漂亮 三人夹击 舍我齐飞 蓝蓝粉兆 二手联防 防得好 罚就线这个位置 乌克兰还是比较有战术素养 第一时间打到45度 这是二三联防的一个软肋 并且刚才罚就线被对方把球传进去 这一下就比较致命了 把一个扭脚 好球 好球 红萱吧 手感很细腻啊 今天两个队这水平真的是都很高啊 哎呀 坏了这球协防没有到位啊 被对方这个高位把内线协防队员给提出去了 乌克兰队这边也是 摆了一个假的联防 但最实际还是盯人 对 给的漂亮 乌克兰队也是有协防的队员 呃 乌克兰队也是有协防的队员 难道这次阅读防守还是不错 没有被对方这个一上来摆这个假联防 就是迷惑 不错 莫尔金也是跟裁判申诉一下 觉得刚才这球权的判罚有点异 哎呀这球 好球 好球 亚绍出手了 天啊 外先再次三分命中 周展东 及时啊太及时 上场之后立刻就有作用 好球 好球 防得不错了 哎 台读军光注意顶人了 但是对方的那些圈儿比较灵活 呦 咱们抢一个 五星云 特点没发挥出来 哎 这是兜战东的拼劲 我也得说 乌克兰队这边咱们第一节说 运气挺好 抢到了几个地板球和二次篮板 但是这个也得是有身体条件做基础 对 比赛的身体这档强度还是很大的 对 已经与这个用倒挡之后外卷的角度有点低 被对方穿出来直接把线路就给断掉了 但是周战东这个球还是传了 不过幸好只是被打出界了 大函 真的不错 空位 哎呀这是小区的点啊 哎呦这球有点太贼了 队友也没想到 打得太小了 不是以胡明轩的手感这个位置 他自己直接抛也可以啊 他刚才那个抛射距离 实际比这个还要远很多 可能就是年轻队员刚上来了 还是打得都比较牵上 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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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区这干脆 终于开了 对方到位好球 哎呀对方的球员个人能力确实不错 别是大 别是大函吧 镜头是对这的大函 边上队友已经主动帮他举起了手 咱们不知道裁判会怎么吹啊 这个大函好实在啊 果然 大函应该是第四次 嗯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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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还是要小心对方这种佳季 红明轩刚才这个球停球的位置不好 在篮球场四个角之一 他这个应该是被对方送到了预设的夹击区里面 对方今天打胡金丘真的是很有心得 很会合理利用自己的身体和动作速率 5号一万虽然只有一目九五身高 但是九十二公斤身体也是够壮 时间又不多了 好凶 漂亮 你说终于得到机会了 这时候周战宗给的真是太贼了 从两个人人份当中给送过去 这毕竟也是CBA全明星技巧大赛冠军 不跟你绣风车扣篮 绣个祝宫庙船还是没问题 无钱回来 现在中国这边换上的应该是最小的一套阵容啊 就吹了双方反规 这次虽然是热身赛 实际不止这一场 每一场当中 我说这个大家 包括咱们和对手球队都是打得够较劲 其实需要这样的对手的态度 这样才有意义 好球这球给的不错 但是对方能够处理球的空间已经不大了 还是比较危险 又是在对方的这个半场的一个脚上失误 来半球 转身速度带起来 多打手 好球没有拿稳 我现在确实啊 就是破对方的这个全场防守 还是要再想想办法 对于这个刚到队不久的这个年轻后卫来说啊 是个考验 其实在过去几年国际赛场上我们经常 兰伦瓜队用的一招是一剑联回来到半场 甚至是我们自己后场的位置去破对方这个全场防守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 令胡金修做一个同样作用一个支点 对因为他的机动能力在内线当中也是非常出色的 球还没发出篮呀 就被吹了一趟 今天乌克兰队他这个全场防守风格确实跟这个博天安格拉就相差很大 博天安格拉是就是对位对得很凶下手抢抢了个张狠 但是呢乌克兰这边一上了强度虽然没有那么大 但后来就是把你送到夹击区里之后忽然上了夹击 这个做的技巧就非常的好 那些位置没有要到 哎呦这球给的挺悬的呀 但是李静宇拉弓射箭 把人家 换了 哎呀 可惜没事 对方主导也是给胡金修一鼓励 我两米一几的大个子弯下腰去捞这种地板球也真的是不容易 好咱们这儿变联防了 好球 上球很快 目前怎么样 这动作有点大啊 是 这个犯规也是稍微有点凶狠 我这个这个 这就是连人带球啊 一块下 不过咱们这场比赛啊延续了上半场风格就是杜峰指导会尽量给所有人出场比赛的预订阅 机会 现在到上半场还有两分钟时间实际 队上11个可以打球的球员已经上了9个了 你就算整场一场比赛这么胶着情况下实际能替补到第8个人左右就已经是很理想的一个板凳深度了 二手连 已经是很注意对方 对方这个四处的外线对方拉到三分线外两米的位置去扔这个三分 乌克兰这个阵容他破二三联方也有个麻烦就是他的这个矮状内线一万呀没有外线能力 他在高位接球之后防守不用对他 反对哦 已经约瑞来信心了 对很好 这这事都不用管他 还是到外的 玩玩球收下 乌克兰队最近这两个公联防的战术 确实缺乏针对性了 内战没机会 这球给低脚其实不太好 自己进去 哎呀可惜 乌克兰队这边很敢打 顶着两个人硬上 他还是毫不畏惧身体对抗 不管你站在我面前 那是对位的还是协防的内线 我最近一段时间 但凡不是被对方打反击 落下阵地之后 这个二三联防确实收下还是不错 尤其对于他现在这套 内线组合非常有针对性 这场比赛还有41.2秒了 哎呀出球 出球有点早 五弦 五弦 五三加一 今天五弦是神兵天将 延续了上一场的火热的手感 俨然已经是现在这套阵容当中的外线第一火力点 对方这个七号罗曼扑的已经够凶了 已经是犯规了 还是进 在阀进 无前得分已经过20 半场 半场 三分七中六 大家要想想他这七季三分球的每个难度系数都很高啊 还能保证这么高的命中率 乌兰队赵淡婷25.7秒应该是要压时间来打完最后一攻 无前的表现固然值得欣喜 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在场上大方一才 可能不是杜峰指导所希望看到的情景 对 因为真的说如果是一场两场关键球 不管怎么样啊 赢下来就好 但是如果说是练兵性用值的情况 教练组肯定希望的是我带来的所有队员都有发挥 真正在 半场已经够做个期间了 你就给我做个期间了 如果有没有看昨天比赛的球迷也给大家补充一下 实际上昨天无前的表现也跟今天差不了太多 高难度的三分投的很多命中率也是非常的高 这次其实是骗到我们的防守中心 4秒钟 抢吧 有时间了 克兰男篮下场的比赛 领先6分 但是6分领先优势真的是不足以让中国男篮高准无忧 得来不易 位置角度有点小 传出来很明智 打飞 好球 我觉得杜丰一定是在中场跟任俊飞说了 你要打得更凶一点 之前他上半场两次突破都是撞到墙上 全场手221 回半场的盯人 哎 好险 篮下鞋防被对手吸引走了 好球 胡金秋这个假转身啊骗过了对方的防守球员 中国队建立起两倍数的领先优势 也令人欣喜是来自内线队然的发挥啊 好了大韩这位置角度堵得很好 好 飘 漂亮 我这边从侧翼过来把球补在中底线 点形的前面顶后面盖 这功劳一半得积在大韩身上 哎呀看来刚才是盖出阴影了 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威慑力 离这么近这球能放过桥 但是中国南篮刚才两次有篮下露人的情况 还是得提高警惕 哎呦 主峰知道我恨不得自己冲上去 又换人了又好险 坏了还是失位了 国防空中的调整能力也是很强 虽然机会出在篮下 但问题是出在上线两个人交换说失误了 目前外线怎么样漂亮 独平轩将功补过 无前这块是阳功 给队友吸引火力 为队友创造机会 哇这个上线要位的身体动作真够大的 吹了一个围体 乌克兰队的球员情绪有点失控 哎哎哎哎哎 别别别别别别 这可是不应该出现的画面 裁判包括双方冷静的球员 应该要及时控制住比赛的局面 确实今天的比赛 两支球队整队一直特别强调身体对抗性 刚才这个回合呀 裁判的事给的有点慢 双方球员还是比较快速的恢复冷静 孤芬知道这时候也很有经验 先让自己队员都回来 让双方球员迅速摆脱这个接触状态 这一下其实是就有犯规的嫌疑啊 对方的四号应该也是冲大飞啊 但是韩大军啊拦在中间 对方这四号也是实时务者为俊杰 哦这边先是大飞脸上被抡了一下 这边啊这四号这四号的就是 任俊飞啊跟对方这个四号球员两个人 一直是在这冲场 从这个用挡拆的时候 这个抬肘着一下啊 开始出的问题 但是后面事态扩大的时候 双方都是有点不冷静 就是才胖你吹了任俊飞的这个围体 是没问题 但是对方四号在才能享受之后的 这个报复动作 想往前冲 实际上点燃刀火锁的是 在大飞有动作之前啊 四号跟他抢位的时候 抬手抡的那一下 抡到大飞脸上了 对这一下才没有表示之后 大飞往前扑的时候 是用肘步顶到了对方内线球员 裁判也没有表示 才使得这个事态进一步恶化 但是好在啊 现在场面应该算是控制住了 实际上如果就是抬手抡的第一线 就抓住的话 可能后面这个事情就没有了 果然是回给了对方的四号 应该是一个技术方便 不过不得不说 大汗在场上真的是反应又快又有担当啊 是 要没有他直接横高立马 拦那一下 必须表扬一下大汗 刚才很冷静 他只是做到了阻碍事态 往更严重的方向去发生的这么一个作用 他没有去使试特位 怎么说就是位置掐的很准 他手上动作又很干净了 而且刚才大汗往中边一站 对方四号低算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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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身材的压迫力啊 真不是盖 大汗 比赛火烙味见浓啊 不要受影响不要受影响 对出现这种事态之后啊 裁判哨子紧一点实际是有好的 让对方都冷静 让双方都冷静一下 而且我觉得我们全要稍微聪明一点 在比赛来到这样的一个节奏和环境之下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学会的是自我保护 不得不说啊 对方四号那个导火索的第一线还真的是挺隐蔽的 他是在这个身体对抗争抢当中啊 看起来像是把自己这个手抽出来 但关键是抽了之后 带着这一下 有意无意的准确的带到大飞脸上 大飞还在跟对方的四号对位 护出来 把满球 哎呦 出去防守位置 目前对方加紧了对于无前这个点的防守 目前太难了 这个时候把无前换下 他确实打的时间也比较长 好球 大汉是有点一夫当关的意思 二打一 就是四号这个侧转身啊 这个其实在篮球场上是有点坏 真的严禁的动作 对方起来之后撤凳了 这个这个动作比较危险 对方主教练也是啊 一般这种情况有出处的队员应该换下场上稍微 对就这一下这一下就身体对抗之后 转身撤着一下 很危险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们的队员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应该更学会自我保护 因为实际上这种身体对抗情况下 正面顶的越狠 实际这种是没有危险 是没有危险 就怕顶完之后撤着一下 其实考虑到这种比赛的性质啊 这个 两方主教练可以考虑把这个 大飞或者对方丝毫换一下场去稳静一下 其实大飞里面问题都不大 就是对方丝毫到现在一直还都在 有这种危险动作 嗯 克雷汤姆森今年来中国行的时候 对于这个动作也是有一句很贴切其容的话 It will ruin his career 是会毁了别人的职业生涯 对啊 两个T应该是被罚下了 这个球啊 嗯 帕边就属于自掌 这其实他在场上感觉也不太想打了 那我们队员还是要及时调整自己心态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 乌克兰队的主教练 应该是有一些责任的 转家 做个转完机会了 好吃哦 哎呦 机会出来很耐心 好吃 说转农孩对自己外线不是特别有信心 我大汗背着这么多次犯规 还能打这么强硬也不容易 希望后面大家的这个注意力能回到打球上 中队这段时间的罚球还不错 对方五号又上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针对他在手手上半场效果不错 到倒是三连访 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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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少了 中路中路 这球的郡飞有点着急了 非常好的机会 这个真的是有点可惜 传好了直接空中接力的球 换下了郡飞 换上了郡女 不过大飞在被对方4号这么针对情况下 还能打成这样也真的是不错 他也没吃亏 他给了人家内线队员一种的 对方内线那个队员确实有一点欲分 哎 周涨东这还要出啊 犹豫了 周涨东示意 刚才那个位置不是他的点 好 对方换1211 载过来 对方5号也想通了 他这个位置不投真的是不行 好球 漂亮 隆秋这个转身啊 直接抹过防守球员 共同队还是保持着10分以上的领先 普京秋不升不下拿10分了 哎 宁轩这儿露人了 被对方反跑切进来 所以你看乌克兰迪球队还是具备挺高的战术素养 预计计则选拢过来 里面有集团定,毛线的攻略 也是宁轩,就说是特别人 现在我们的英国都在夺冠选择 也不够了 某个人的游战上就电脑 如果我们在台上就再数码 集团大概一千万也要出现更多 一千万先 现在特别人的发展 转动 退球 机会出来了 该扔也得扔了 45度三分明柱 立刻就地转入防守 打韩绕前 有点可惜 是第五次犯规了 打韩这个协防堵这个位置 身体稍微测了那么一点点 其实现在场上时间暂停 中国队下半场我们看到这半截多的时间 应该说是没有靠无前 有更多的人站出来 胡金秋的内线强攻 包括任俊飞开场之后 下半场第一攻就是任俊飞打进的 我觉得中国队在保持着良好的防守强度同时 在整个进攻蹲 有更多人站出来去承担责任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 并且尤其是在场上出现了一些分神的情况下 小争蹲 对 然后大家还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技战术的执行上 打得很有组织很有章法 不管从技战术来讲 还是说个人的心态来讲 都表现的比较成熟平稳 这对现在这支整体结构比较年轻的球队 可能更是难能可贵的事情 其实在此前的人赛当中 也有过这种类似的冲突的情况 我记得是在16年柳妖英会热身赛 当时是把法国队请了来 中国队也是跟法国队的热身赛 有点小冲突 但是我觉得今天像这样的情况 中国队处理的就比当时要好很多 今天首先是韩德军 在第一时间遏制了事态的恶化 把两个冲突的当事人分开 此外就是裁判跟现场的安保队员 也是第一时间冲突场内 我觉得能够看出来 从国家队层面也好 包括这一次 美科普对赛事的组织都是挺用心的 大汗那下挺身而出 给第一次冲突真是定了调子 哎 掉球 好球哎呀 无钱呐 这球没拿稳 后场三防四 哎呦 要警惕这样的 带对方打转换 吴兰队啊 这个也是技战术方面是非常扎实的一支队 都知道迅速叫暂停啊 不给对方起誓的机会 我真的等我搞定一个非常不良的期待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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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ou i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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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